Hello,大家好,又是我省家人 今次省人一餐,和你去哪裏吃東西呢? 今次我們找早餐吃 這個早餐這間餐廳,我們其實以前 我們住在Mississauga的時候 常常過來這裏吃的,為甚麼? 因為那時候我就要去考這個安全牌 以前在Market Village,就有一間 舖頭,一間 應該叫上堂的地方,就是 上這個開車的安全牌 它旁邊有一間餐廳 就是荷里活餐廳 那時候覺得它的擺設都挺特別的 用一張荷里活電影來做招牌 現在那裏Market Village,地址都已經倒閉了 拆光了 還有一間荷里活餐廳 在哪裏 就是沿著Kennedy Road直上,過了Steel沒來 的左手面就是 未到十四階,你有沒有去過這間餐廳 其實這間餐廳 都很耐下的了,以前 專打就告訴你,有雞翼吃 究竟它的早餐行不行呢 現在和大家試一下 如果你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訂閱一下吧 我們這個頻道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看的 有東西吃 沒有東西玩 有東西玩的都 到處遊玩一下 或者是 不同的 特價優惠 資訊都有的 記得訂閱 點贊 留言 這間餐廳的營業時間 就是逢星期日到四 早上9點 到夜晚11點 都挺夜收的 星期五、六日更厲害 早上9點到夜晚 Midnight 如果你想吃宵夜 這裏真是OK的 甚至它也有Dry-thru做的 真是你真是頂不信 航人的茶餐廳有Dry-thru 是否未試過呢 但超級早8點到夜晚9點 有興趣不如來試一下 10-89有網友 就會問 喂,這間餐廳在哪裏的 有時候我寫了一個comment 他未必 那麼留意得到 不要緊 現在就告訴你了 地圖在這裏 電話又在這裏 地址又在這裏 你記住 Snap shot了它 記住在哪裏就可以了 今天天氣就陰陰地 過來這間荷里活餐廳 以前在Market Village 去過 但是 都很久沒來 這間餐廳都 挺歷史悠久的 你看看 真是荷里活 金像獎 究竟這間餐廳 行不行呢 我都不記得了 現在跟大家去看看 進去看看 見到其實10點多鐘 都已經人頭仔仔 很多人坐在這裏 雖然 都是要等位 但一張半張都OK 餐廳的左手面 一望就看到 那張巴桌 因為巴桌裏面都有酒買 這間餐廳有酒牌 當然早上不會喝酒 一會下午做錯事怎麼辦 餐廳的右手面 是清一色的桌 其實我都覺得這間餐廳 挺多年青人 普遍來說 來得吃東西 都是年輕一點的 就算比我這樣 我去到 都覺得自己年輕一點 因為 有些電影感 而且 有Raptors看 牆上面 你都很貼切 這個荷里活的主題 因為 很多明海報 都在那裏掛在這裏 雖然是宿舍版 但你都會見到是甚麼戲 分分鐘有很多 你都看過了 門口 就一大堂 這些星島頭條 原來 他說是免費的 你就記住 一台一份 荷里活餐廳 何時開始 原來他寫了 1994年 已經銀納在 市家堡 萬感 市家堡 也好 這裏的裝修都挺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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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布置 好啊 那裏的裝修都很有特色 我記得以前的餐廳 那些特色 寫在這裏 十二生肖 每個生肖有些甚麼 有趣的東西 是這樣的 現在沒有做那張 換來就真的是一個Menu 用一張Menu來佔住你的餐 也挺特別的 有兩片 第一面就是野食 全部野食在這裏 另外一片是甚麼呢 就是飲品 原來他和鮮茶道都有交道 應該和一家媽媽生的 有鮮茶道的珍珠奶茶 選來喝的有興趣 可以選來喝 再不是的 原來有酒精飲品 剛才都看到了 他應該有酒牌 所以啤酒 白酒 紅酒 甚至烈酒 都有 再不是的 簡簡單單 冷熱飲品 都是任你選的 等等 我是來吃早餐的 看看早餐Menu 全日早餐Menu 就有些甚麼選擇 九個九毫五 包些甚麼呢 牛油餐包 火腿煎雙蛋 咖啡或茶 再加一個湯麵 或者通粉之類的東西 午餐肉 煙肉 雞絲 沙爹牛肉 雞肉腸 豬肉腸 火腿絲 全部都是一式一樣 只是一樣送 Total 九個九毫五 如果你說不是 我是氣壁Spanda 你可以選個開心拼拼餐 基本上開心拼拼餐等於吃下午 有些甚麼選擇 套餐就包了 你可以選擇兩款的扒 有些甚麼 薄牛扒 雞扒 牛仔骨 豬扒 總之你選擇兩樣 跟著加個汁 要黑椒汁還是燒汁呢 跟著每一個套餐你可以選擇飯或意粉 或者你可以加個半鑽薯條 加個半鑽薯條好像貴了些 不過不要緊 它包了一杯茶 總數 15.95 價錢貴一點 但是懼怕 除了早餐之外 我發現它其實都有常餐 常餐不是只有A餐 B餐你選擇有很多不同款式你選擇 H20多都有 有些甚麼 港式早餐 通粉 一個通粉一個湯 7.95 價錢底 還有蒜 或者蒜蓉包羅 羅宋湯 或者火隊蛋三文治 簡單單單吃個三文治 5.5 6.5 公司三文治 8.5 咦 多好 好像 不知這樣 還有這個過江龍的豪江豬扒包 澳門豬扒包 7.5 不貴 西多士 西多士很便宜 4.95 如果喜歡吃西多士加杯奶茶 那就真正 4.95 炸雞翼 豬扒湯麵 雙軟麵 這些湯麵 8.95 不OK價錢 吃完拉麵 都是9個多元錢 10元 韓式都有 都是一樣 價錢 所以 這些湯麵都抵食 有杯茶飲 你以為完了 不是呀 上餐還有 H19海南雞飯 13.95 基本上這個版 就是通常的飯 吃午餐我覺得是適合的 如果你打算吃個brunch 一餐當兩餐都是抵食的 價錢 都是11-13. 蒲國雞飯 肉醬意粉 鍋蛋 牛肉飯 鍋蛋免治牛肉 不知道它是酸的那隻 還是鹹的那隻 還有一些焗飯 焗白汁火腿雞絲 或者焗石斑飯 焗海鮮飯又貴一點 因為那些菜貴嘛 還未完的 還有H28-36 總共36個上餐 找你死味 當然焗豬扒飯 焗雞扒飯 貴一點 15.95 最貴 還有一些 普通的 吉列石斑 吉列豬扒 三文魚扒 這個 羊扒也有 炭燒羊扒 還有荷里匯大雜扒 荷里匯大雜扒有些什麼呢 什麼東西都有 羅美利盟3000 17.95 夠貴 但是OK的 價錢來講 不算貴 如果當一個下午茶里 當一個午餐來講 稀釘牛肉通粉 都幾standard 你看到一些沙爹 都好像幾多的 起碼給你看到 不會說只有 幾塊牛肉 通粉 也都有一些雜豆 給你的 這些通粉 一個樣子 行不行 都不會太軟 吃起來不知怎樣 什麼樣子呢 首先看上去牛肉 樣子 是厚身一點的 也不是一片片的 普通的尺寸 切起來 都幾乘亂 但是牛肉不是 每次都 全部一樣的尺寸 所以OK的 厚身有些是厚身 不知吃起來如何 試試 走來走去 過來 不要走 這個沙爹牛肉呢 我覺得蒜味會比較濃一點 沙爹味稍微輕了一點 那它混合湯呢 都不會說沒有沙爹的顏色 起碼 就深色一點 不是普通雞湯 因為它都有一些沙爹汁的 究竟通粉如何呢 會不會很爛 看樣子 又不是很爛 但是呢 感覺到很柔軟的 吃下去呢 我覺得這個通粉煮熟的程度 就剛剛好 所以這個沙爹牛肉 喝下去的湯也OK 為什麼呢 湯就真的像沙爹牛肉湯 但是牛肉吃起來 一酥味就過分重了一點 看看這個火腿蛋 看看 兩塊火腿放在下面 是不是正常的尺寸呢 不是呀 三角形來的 比較小的 但是這隻蛋行不行呢 嗯 啡便蛋 但是呢 是不是有些稍微生的那些呢 喜歡吃生蛋 絕絕絕絕的就可以了 這一隻就熟一點 這一隻就生一點 餐包呢 都是 正常餐包 都嫩的 OK 餐包剛才最熱的 不過放多久了就冷了 跟你一個牛油給你擦的 看看這隻蛋呢 剛才說的 一隻 偏生 一隻偏熟的 但是呢 煎的都算OK的 你看這個邊 底呢 都挺英俊的 那火腿呢 就比較縮起了少少了 我初初以為有半塊 但是現在看起來呢 應該半塊都沒有 這裡夾起來有多少 哎 只有一條仔 那就叫做兩片給你了 我覺得它其實應該再切細一點 可能要四塊會比較好一點 說笑而已 是不是一樣那麼大 好啦 吃這些這樣的 是不是要加點鹽呢 真的很奇怪 兩隻蛋應該一起煮的 為什麼一隻呢 這麼熟的 真是 這個是剛剛最好的狀態 這隻呢 就這麼生的 水騎人騎人的樣子 吃下去真的很大股 蛋黃的腥味 蛋白的腥味 那 試試吃吧 我吃就 扭起它 因為不想讓你看到我的樣子 吃上不好 沒辦法 但是呢 這隻蛋呢 其實裡面呢 是比較涼少少的 那就沒辦法了 可能它呢 應該蓋著蓋著 或者有些處理一下 面頭就好少少 或者可能放凍了 我不知道 總之呢 這個蛋呢 就不是說特別好的 那麼 大隻算OK的尺寸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是說這個小的程度 這個包都是暖暖的OK的 蛋就正常了 為了這麼說 所以 歐科整個 早餐 早晨全餐 都是不過不失 這樣 好了 這一個呢 就是海南雞飯了 你看到呢 雞呢 稍微 好像乾身了少少黃一點 那 為何特意乾身一點 不知道了 另外 黃油飯也正常的顏色 還有兩個青瓜 還有一些薑 給你 究竟這雞發生什麼事呢 你看到那些皮呢 有這麼乾淌的情況呢 真是不知道了 可能呢 它煮好了之後呢 就放在一些汗熱的地方 整熱它 一路暖 暖得多呢 那裡面呢 表面頭的皮呢 就比較乾身 就變成了硬 看看這個海南雞飯 它煮成怎樣 剛才都說過了 它的雞皮呢 就比較乾身一點 為什麼呢 我懷疑它真的煮起了之後呢 放在這裡很久 然後呢 用一些汗熱的方式 一路汗熱熱 讓它不要冷 或者 想著一些人吃起來 舒服一點 但是呢 比我看起來 乾乾乾的 也有些顏色深色一點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是不是它的煮法不同呢 還是它 處理的方式不同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看上去整塊雞呢 沒有什麼雞的脂肪的 那 是不是走地雞呢 我也不知道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沒有什麼脂肪呢 那它呢 是給雞腿的 相信呢 實現都有骨 雞腿肉呢 就應該便宜一點 那所以 一隻雞腿肉 另外加一些黃薑飯 那究竟好不好吃呢 先試一塊雞先 其實呢 雞的味道呢 是可以接受的 不錯的 都有一點點雞味 不會說很淡的 也都吃到皮呢 是有味的 但是皮呢 都是剛才這麼說的 可能因為呢 沒有那些水分 所以比較乾身一點 就比較黏 黏黏黏黏的樣子 應該是因為水分 就令到你感覺呢 沒有那麼好的 那所以如果你喜歡吃海南雞飯呢 其他地方可能會漂亮一點 這裡呢 它這樣處理方法呢 又真的差了一點點 起碼這裡呢 就只是用雞腿 雞腿呢 就打人家較軟 但是呢 雞腿便宜一點 給我的感覺呢 這裡的海南雞呢 其實呢 裡面的水分呢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的 好像是等於吃炸雞腿的樣子 還要是炸得很厲害的 那些呢 那所以呢 裡面呢 就比較乾身一點點 硬一點點 看這個飯 黃薑飯呢 顏色呢 都是黃色的 偏黃的 那就不會說 黃到好假的 所以呢 黃薑粉呢 就不是加很多 那味道究竟如何呢 同樣了 它也是比較乾身一點點的 不知道是不是它整定了 一碟一碟放在這裡呢 看看看看 不是看看 先吃 嗯 吃到周圍都是 對啦 是乾身的 表面都應該放了一段時間 那所以呢 水分呢 就沒有什麼 而是比較風乾了一些 所以表面 硬一點點 裡面可以不可以呢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它不是 在這個處理的 就是做完之後 處理得不好呢 這個飯是好吃的 因為它應該 做完之後 放在這裡一排 預先整定了 那所以呢 味道是好 但是呢 吃起來呢 就券券一些水分 還有比較硬 亦都它用 一路 放在這裡 風乾 或者放 放熱 它這樣的方式呢 我覺得 面頭就不好吃 裡面呢 就好企業了 那所以這個呢 都是這樣說 可以有別的一號的選擇 好了 這次原本來吃早餐 怎知道呢 看到它上餐也一樣有 這個公司三文治 看起來的樣子 就挺好 看看 它是跟薯片 不是跟薯條 有點特色 也便宜一點 麵包呢 偏薄一點 裡面的餡料多不多 都是 不是不是 樣樣有一點 份量就不算太多 不知道味道如何呢 好了 再來看看這一塊的 公司三文治有些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裡的公司三文治 是比較小 你看 四分之一塊麵包 都是只有那麼多 一隻手指 那麼長 不是說很長 那 你可能當我的手大 那你就開心一點 如果我的手指 稍為女士一點 那就真是 不夠整 不夠整 其實我們看到 公司三文治有什麼料呢 蛋 都叫厚的 有一塊火腿 都是細細塊 旁邊都是不好送的 生菜 都叫有 這些肯定好 因為便宜 還有 番茄 就一塊 有些沙律醬 上面這塊 應該就是煙肉 所以呢 要有的東西 都有齊了 尺寸份量就偏小了少許了 給我感覺 但是呢 都是烘底 這裏都是濕的 沒有辦法 這裏一定會濕的 因為底 所有的 那些菜的水分 都落下了下面 特別是生菜 還有雞蛋煎完之後 當然是有些油 有些水之類的東西 好 味道呢 嗯 味道是可以接受 有些薯片在旁邊 味道是可以接受 為甚麼呢 因為 它有些煙肉在這裡 煙肉的油份 或者味道一定好 拌勻 全體可以接受 但是呢 真的比我想像中細 還有這些薯片 我覺得有點軟 如果可以有些脆一點的薯片 或者真的換薯條 會比較好一點 那麼 八個多你還想怎樣 雙貨就加了 是吧 餐包如何呢 剛才說過了 餐包剛才來的時候 是暖暖的 但是擺得來 都有點冷的了 記不記得之前呢 如果你有看我的 Flyer的video 又或甚麼都好 我說過一種的吃法 就是夾薯片 這些餐包 當然啦 我在澳洲吃的是硬的餐包 是那些肉 現在呢 有這個軟皮餐包 我試試這樣吃 這個我老婆提我的 因為它都是澳洲來的 所謂澳洲就是澳洲讀書 我們那時候怎樣做呢 一個包呢 我們滑開孔 當然啦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這個軟身一點 滑開了之後呢 將裡面的麵包 滑出來 這裡沒有甚麼麵包 沒辦法了 做不到 不用滑了 沒有甚麼 裡面都很空心 所以呢 撕了皮 算素 然後把這些薯片 攝進去 不要呀 我不要牛油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牛油的 況且我是不喜歡吃牛油的 如果你濕到多少呢 盡量濕多少 吃起來質感就好些 還有呢 咬下去呢 嘩 嘩 感覺是不錯的 這裏的包呢 因為放得久呢 近處是生蛋 所以這裏呢 就軟了 這個質感肯定不好了 不好的東西 先吃了 之後就好東西了 好東西留在最後吃 就這樣夾起來之後呢 一口吃下去 你這樣吃法呢 你就不會覺得麵包太軟 因為薯片脆 你也不會覺得薯片 太軟 因為薯片 這樣吃法 都會脆 味道呢 薯片的味道 有少許鹹味 令整個包更加好吃 所以有興趣呢 不妨試玩這種方式 吃東西 挺好的 這隻這樣吃法呢 就是我那時候呢 在澳洲讀書的時候呢 那些 鬼仔 教我們的 他們呢 真的很喜歡這樣吃法的 真的呢 就當一餐 下午茶 或者午餐 有興趣呢 你真的走來試一下吧 麵包基本上呢 硬皮的麵包呢 感覺會好些 軟皮的這些呢 吃起來都可以的 因為呢 麵包的感覺 差不多 跟薯片的反差大呢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看回這個奶茶啦 因為我呢 都放了在這裏一段時間 那所以呢 都有一些茶的 一塊塊的東西 積住在上面的 那即是說呢 它應該呢 都不是用一些 植物脂肪的 淡奶 那都是一個 挺好的 肯定呢 應該就挺好吃的啦 Size 來講呢 不是很大的啦 這樣小杯是吧 那沒辦法啦 餐茶有些地方都是這樣 用Size 啦 那糖呢 我就問了拿了兩包 因為它原本給一包 啊 通常呢 就不夠甜的 那攪了兩包之後 就不行呢 茶色都幾靚的 都幾長氧的 我特別喜歡呢 有全脂奶 那些這樣的茶膜 在上面呢 攪拌勻了之後 看起來 好 鬼死 好鬼死靚的 好 Satisfied的 但是你看到了 我因為擺了久了呢 糖不用啦 那唯有攪拌一點啦 是不是 因為 暖暖的啦 現在這個溫糖 那不關他事的 是我的問題 因為吃得來呢 影得來呢 基本上這杯茶呢 都 喝得了 因為已經不熱了 攪拌一點點 少些糖了 再攪拌一點呢 又少些糖了 那如果我再攪拌一點呢 都還有一點點 多一點 沒有啦 OK啦 好了 兩包糖溫完之後 究竟它的味道如何呢 會不會很癢呢 試一試 茶不癢 奶味也足夠 所以我覺得這裏的奶茶 喝得過 它的奶茶 也有些茶腳在這裏 你看 所以下底最底的那些 你可以選擇不敢的 那就 就沒那麼苦啦 好了 開心的時光 過得特別快 又是時候付錢了 公司三文字 8.5 我覺得 OK價錢 價錢不貴 但是如果 它用薯條 會比較好 薯片 除非你有餐包給我 不然我也覺得 不是那麼好 況且 就這樣吃薯片 軟的 那還有些什麼 海南雞飯 13.95 這一點 就 不是那麼建議了 因為我覺得 這裏的做法 不是那麼好 面頭看得乾了 味道 算OK 但是它的Presentation 真的不好 13.95我去其他地方吃 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這個早晨全餐 都抵食 沙丁牛肉的湯通粉 或者太陽蛋 都OK 是那塊火腿 稍微削了一點 人家餐廳 茶餐廳 可能給的火腿 分分鐘大力 兩三倍 都未頂 但是 將貨就價 9.95 有三樣東西 加上杯茶 就算了 總數 32.4 還有 HST 4.21 然後 最隆重的 給貼士時間 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服務好 給貼士 給好一點 如果不是 MiniPay 算了 10% 總結 荷里活餐廳我覺得怎樣呢 我其實覺得這間餐廳 裝修擺設完全是不錯的 而且 如果你是夜貓一族 你這個茶餐廳真是你的好去處 因為收成11點12點 說到食物來講 價錢算是相當相宜 但是有一些食品 可能它的presentation 做出來就沒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的10元頭吃 就絕對是值得吃的 雖然份量又不是大 基本上吃完都不用怎麼包走的 但是 我覺得如果這一班朋友 過來嘻嘻哈哈坐在這裡聊聊天 有這麼好的環境 都不錯的 好了 我是坑家人 下次和你再找一些好吃的地方 看看吧 我臨走的時候才發覺原來是 九龍皇帝的墨寶 寫在玻璃上 這件事真的是香港人的回憶 你記不記得以前在香港很多地方都看到這些字 真的有這麼多年紀才會知道 不要再說了 暴露了你年紀 好了 拜拜 好了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請大家 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